有一阶段我特别怕癌这个字 我觉得它比死亡都可怕 因为它还在死亡之前 增加了无尽的痛苦和绝望的等待 而今我敢去关注这一疾病 是因为我知道 人生有太多的不得不面对 有面对 有了了解 才能战胜 下一周三六五读书微信公众号 将和您共读 戏达多木克吉的经典著作 重病之亡癌症传 要您欣赏共读预告 我不是药神里的白血病 你了解多少 年终的时候 有一部电影刷爆了朋友圈 它的名字叫做 我不是药神 电影里 病人患上曼丽白血病后 因为治疗费用昂贵 只能靠吃一种进口药 来维持生命 一年数十万的费用 压垮了许多家庭 这部电影里的 曼丽白血病 其实就是属于癌的一种 曼丽白血病是一种 相对少见的恶性肿瘤 大约占所有癌症的0.3% 一般人群中 大概每10万人 有一至两个人 患有这种病 和曼丽白血病相比 癌症这个词 我们更加熟悉 它是威胁我们生命的大魔头 是仅次于心血管疾病的 第二大杀手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报告 单单是在2018年 癌症患者就增加了将近2000万例 死亡人数高达960万 而根据国家癌症中心发布的年报 我国平均每天 就有一万人确诊癌症 很多癌症患者发现的时候 都已经是中晚期 为什么癌症具有如此强大的杀伤力 它是如何发生的 我们是不是有办法 能够彻底的战胜癌症 如果你也对这些问题感到好奇 就不妨一起来读读 希达多·穆克吉的经典著作 《重病之王癌症传》 在这本书里 我们将跨越几千年的历史长河 来重新了解人类对抗癌症 预防癌症的斗争历史 作者希达多·穆克吉是一位肿瘤科医生 曾经就读于牛津大学 并在斯坦福大学和哈佛大学取得了医学博士学位 他还是哥伦比亚大学医学中心的助理教授 在读书期间 穆克吉就以优异的成绩获得了罗氏奖学金 并将研究方向集中在癌症抗击上 当他成为一名医生后 曾经有一位癌症病人对他说 我愿意继续治疗 但是我必须知道我在对抗的敌人是什么 为了回答这位患者 也为了解答千千万万其他癌症患者的疑问 穆克吉花了六年时间 对癌症进行了综合而全面的梳理 最终完成了这本《重病之王癌症传》 在这部书里 他从医学、文化、社会、政治等多个角度出发 对癌症进行了全方位的审视 回顾了人类抗癌历史上的大量人物和事件 并对人类抗癌战争的未来进行了展望 因此 这不仅是一本严谨详识的科普剧著 也是一部包含人文主义色彩的作品 《重病之王》一出版就受到了热议 在2011年获得了普利策文学奖 并被美国时代杂志评为1923年以来 最有影响力的100本英语书之一 那么在接下来的一周时间里 我们将通过七个主题 一起来阅读这本精彩的 《癌症医学史》 第一个主题 癌症的历史比你想象的更久 第二个主题 黑胆之古老的癌症治疗学说 第三个主题 癌症的克星化学疗法 第四个主题 强力地抗癌卫视放射疗法 第五个主题 抗癌的斗争从来不止在病房里 第六个主题 预防癌症从现在开始 第七个主题 人类有可能战胜癌症吗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在准备分享今天的节目之前 我查阅了一些数据 从中我知道 在我们国家依然有太多的人 因为对癌症缺乏认识 依然有很多患者 在癌症防治的误区里挣扎 我们向往健康 但如果不幸遇到了疾病 我也希望能够有更多的人 能用正确的方法 去认识他 战胜他 欢迎您关注微信公众号 三六五读书 和我们一起来阅读这本 重病之亡癌症传 我是潮雨 明天见 也许很远或是昨天 在这里或在对岸 长路辗转离合悲欢 人去又人散 放过对错才知答案 活着的勇敢 没有深的光环 你我生而平凡 在心碎中人情遗憾 生命漫长也短暂 跳动心脏长出藤蔓 愿为闲而占 跌入灰暗 坠入深渊 沾满泥土的脸 没有深的光环 握紧手中的平凡 此行此成无害 生命的火已点燃 有一天也许会走远 也许还能再相见 无论再人情再甜片 让我再感情你的脸 人泪水泼满了双眼 随无眼泪满面 不要深的光环 只有你的平凡 只有你的平凡 有一天也许会走远 也许还能再相见 无论再人情再甜片 让我再感情你的脸 人泪水泼满了双眼 随无眼泪满面 不要深的光环 只要你的平凡 此行此生无憾 生命的火已变燃 生命的火已变燃 人泪水泼满了双眼 人泪水泼满了双眼 人泪水泼满了双眼